首先一开机把这个剪线图轮打开 把这个打开之后螺子松掉 把这个螺子松掉 然后把压板踩下去 压板踩下去之后 把这个针扭下去 扎到最低位 然后回下沿点 然后回沿点 回沿点之后 它挑进杆 它的挑进杆就会跳到最高位 最高点 最高点 就是这个是垂直的 这个杆子是垂直的 这个是垂直的 水平线垂直 垂直的之后 垂直之后 然后现在这个螺子是松的 然后把这个手 搬到这个刀架 然后往下面打 打下之后 然后这有一个最新点 最新的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是最新的位置 然后打过来 然后柱子 滚住 与这个不能相碰 那它隔到三到四个毫米 就可以 你只要贴在这一边 没有碰到东西就可以 然后螺子 这样慢慢的 稍微用螺子轻轻的 稍微盖一下 然后再用模式拧紧 然后再把鸭包紧压去 再装一下它的挑线杆 看一下它的挑线杆 回车 回车之后 这个图轮 挑线杆是最高位 最高点 这个是最高点 这个点之后呢 然后这个额囊就会跳得最合适 然后这个图轮 开始慢慢的慢慢的打过来 打到最深点 然后打到这个最深点 那就可以了 螺子加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